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整個一個範圍事實上是比發生當時擴大很多 所以對整個搜集來講 事實上是相對的困難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 溫度事實上也是蠻低的 那事實上路面上的溫度就很低 那實際上 我在指揮中心裡面去做搜集 那個溫度是更低的 所以它能夠的耐收度的時間 當然就比一般的時間還來更多 那我們希望找到精確的位置 正確的判斷可能發生的地點 我們才派出動態的 這樣的效果或許會不會